都以防與劉衡結為夫妻 相互扶持成就千秋大夜 但是感情卻在漸漸流逝 劉衡更是整日與美人聂善兒 縱情於後宮之中 至江山而不顧 為了挽回丈夫的心 他決定親自去找劉衡談一談 演員就位 表演開始 演員 演員 美目盼夕 巧笑淺西 皇上 皇后乍到 臣妾参见皇上 平身 你们都下去吧 本宫有话 要单独跟皇上谈谈 皇后找朕所谓何事 皇上很宠爱念美人 偶尔存来就姐妹 可臣子们说 皇上已经七日没有上朝了 你小声点 门口你闪都听见了 皇上 臣妾就只是说说你就受不了了 可你做的这些事 整个皇宫都传遍了 杜与芳 你放肆 难道你忘了君臣之礼吗 皇上 你在娶臣妾的时候可是说过 你我之间 只论夫妻 不论君臣 那是以前 此一时 此一时 那皇上的意思是 跟臣妾的夫妻之情 已经尽了 已经尽了 你知道的 朕一直都很爱你 把你当作 心真上的宝贝 可是一方 自从你刚下皇后 不是让朕亲赠爱名 就是让朕多看上书 这些当然都没错 可是朕是个人 朕要的是一份感情 而不是一个整天看护孩子的母亲 但是朕真的 厌俊了这样的日子 朕偶尔也想 歇一歇 谈谈情 写解诗 还有 和聂善儿在一起 那我知道了 不过这朝还是要上的 我不管这聂美人 用什么方式 让你对他如此宠爱 但若因为他 懈怠了朝政 他休想再在世上 夺活一天 别伤害他 朕 明个日就去上朝 明个日就去 他死了 他死了 朕 也就死了 一方 求你 求你了 我原以为 我眼前的这个人 心怀天下 勇亡者之志 但没想到最终 竟然为情所困 我早知道是这样的结局 还不如当初就此归眼 也好过现在的 相看两眼 皇上你明智吧 看着 对 对 皇后娘娘说 要搬离交宫店 这不是很好吗 她以为我变性 就会恨惨 可是皇上 您这么对娘娘 对她不公平 还会认为自己爱错了人 错付了一生 你不懂 皇后 是一个特别重感情的人 或许她知道 正行将就路 那离别的痛苦 肯定少不了 如果她以为朕只是变了心 心中虽然痛苦 但她还有太子 至少她可以把心思 全心全意 辅佐太子 我 她也不懂 其实哪一天 朕走了 她还是可以撑起 整个大汉江山 谢谢你裴朕演这一出戏 你演得很好 这段诗 盛儿很开心 那被皇上这般瞧着 轻声细语地跟圣儿说话 这在从前 是做梦也不敢想的 可惜 朕 对女人的这点心思 全给了皇后 不过你放心 朕对你有安排 待朕百年之后 却不让人亏待于你 臣妾岂是贪慕虚荣之辈 你是什么样的人 朕 很清楚 臣妾对皇上 日欲可敬 那你为何偷偷积攒这么多财产呢 若有一天皇上提前离去 臣妾愿意殉葬 总得给老妇留条活路 你 真愿意去走 愿意 好 林月圆 林景表演 回到